大家现在有没有感觉 现在政坛有一个风 一股风起来了 这个国民党 这个强棒崛起 一个就是韩国瑜风来了 最近看到韩院长 如何在立法院 这个修理民进党 展现出他的手腕政治实力 那另一个看到了 台中市长卢秀燕 积极地在这个 女力布局啊 实现他所谓的 地方包围中央 那当然很多人猜测 他的下一步就是 2028总统大位 好来看一下 这是一份来自最新的 近新闻的民调 来观察 你对立法院长韩国瑜 表现满意度是如何 好非常满意的 占了百分之八点六 还算满意的 有百分之三十一点五 那整体加起来来说 等于呢 百分之四十点一的民众 对韩国瑜都表达一个 非常满意的这样一个态度 不过呢很有趣的是 对三党立委 在国会的表现满意度 如何 有没有发现啊 三个政党哦 不满意的程度 都是超过满意的程度 也就是说 好三党真的还有蛮多的 努力空间可以来进行 所以呢显然大家对这个 立法委员们的表现 不尽然的满意 但是呢 对于韩国瑜的表现 觉得好像可以为他竖起大拇指 媒体人吴子佳就表示呢 韩国瑜现在有两大胜利 一个就是展现出了 在国民党内的主导权 那当然就是说 韩国瑜出任力 把院长以来 其实风波很多 挑战很多 首先还有印象吗 遇到的第一个关卡 就是来自傅昆奇的挑战 那后续还这个传出了 要赵伟 要让出一席给民众党 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最后也很巧妙的 被韩国瑜给解决了 有效阻挡 所以呢 现在是更确立了 韩国瑜在国民党的地位 那第二个呢 就是面对民进党的挑战 也就是进来的这个 没收直询权的风波 那现在民进党一开始 很强力的带头 结果反而呢 被韩国瑜一招给打回去 从这个格调 本质上就破坏了民进党 那也更加确立了 这个韩国瑜在立法院长的一个地位 所以吴子佳说韩国瑜的风来了 而且呢 运气很好哦 正在势头上 再来是看到媒体人上义夫也说 韩国瑜的满意度令人很讶异 为什么呢 他说过去好像年轻人 是对韩国瑜最不满意的一个族群 然而现在年轻人 对韩国瑜的满意度之高 他说韩国瑜这个人 让人觉得太不可测了 媒体人张雨萱也说 年轻人其实就只想看到 有人帮忙教训执政党 而现在达成这个的就是韩国瑜 所以呢 他说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现在已经没有了他的一个地位 所以呢 好像目前声量也消失了 好 今天来跟我们进行线上对谈的是 这个国民党中常委徐红廷 委员您好 优家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想要请教一下 刚才这份民调也显示了 其实三大党在新国会的表现 都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因为不满意的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不过如果是单拉出院长韩国瑜来看的话呢 对他个人支持度倒是明显的上升 就连民众党支持者 是民众党的支持者 半数其实也都是喜欢韩国瑜的 所以你认为未来韩院长会在立法院 继续发挥出什么样的角色 我觉得可以分几个部分来看 坦白讲目前的立法院正在 站在所谓的这个看守内阁的 这样子的一个阶段 在这样的一个部分里面 那通常除了对于 所谓过去前朝的一些 所谓的重大争议的事件 那立法委员有所谓的这样的一个 质询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大部分的民众仍然还是在注意 就是说 那目前在整个看守的阶段 在政权交替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里面 立法院院长 他能够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而韩院长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得到 基本上韩院长 他在几个接待外宾的重要场合里面 当民进党认为说 韩院长未来要怎么接待外宾 当过去民进党认为就是说 韩国瑜他并没有所谓相对的 所谓的国际的这些部分的时候 可是你可以看得到 韩院长在这个时间点 那他跟江里成副院长 一起接待外宾的这整个的部分 也证明了他过去 其实坦白讲 他自己也是郑大东亚所毕业的高材生 所以他对所谓的 不管是两岸的关系 国际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各国之间的这样大国的博弈 其实他都有他自己的论点 所以几次的所谓接待外宾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跟外国使节的这样的一个访问 你可以看得到 韩国瑜在这个地方 他把所谓的这些 外国友人的心抓住 所以民众在看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相信不管是不分蓝绿的民众 他可以看得到就是说 当初民进党口口声声认为 就是说让韩国瑜去接待外宾 会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 可是你可以看得到 韩院长在几个重大的场合里面 他并没有帮中华民国丢脸 反而帮中华民国争光 而正式的把所谓的 中国国民党的一些 外交上面这样的一个道路 还有两岸关系的发展 讲清楚的时候 我相信民众在这个地方 可以看得到就是说 他是有他的院长高度的 而在所谓的这个院内里面 在整个会议之中的 这些相关的 发生的这些质询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你也可以看得到就是说 以他身为主席的 这样子的一个身份 他在软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不管是在立法委员 在民进党立委生日的时候 祝他生日快乐 在妇女节的时候 送每一个女性的 这样的一个委员花 软可以软到这样的一个部分 但是针对议事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当民进党的委员 没有照着所谓的这个 质询的这样的一个顺序 跟时间点 在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时候 他在主席的财势权里面 坦白讲过去 有软的处理方式 跟硬的处理方式 那韩国医院长 在这个地方 采取了一个比较硬的方式来处理 就告诉你说 只要你是在质询的 备位时间里面 你就必须要来做准备 并不是说 以前好像中间 有人改书面质询之后 那大家还会留下时间来等你 并不是这个样子 那这样子的一个魄力 我相信也让民众看到 就是说 这个立法院院长 他在软的地方可以软 他在硬的地方可以硬 他在国会改革的时候 也符合了民众党 大部分的支持者的 这样一个期待 就是针对民众党 支持者 他们会认为说 国会有一些东西 是要调整的 而他们在这里 看到了韩国医院长的 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他的一个魄力 跟他改革的 这样的一个决心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里面 我们刚才所提到 对外在所谓的 这个外交的上面 那他已经做好了 这样的一个准备 对内的整数的魄力 跟相关的精神 跟他的动作 也赢得了大部分民众的 这样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 你可以看到 他的支持度 其实主要来自于 最近这些 这几件事情 的这样的一个总和 在所谓的这个接待 还有这个处理 所谓的立法院意识的 这些部分 接待外宾 处理意识的部分 还有所谓的外交国防 这样的一个部分里面 那他都站稳了脚步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 他的满意度 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我个人不会认为意外 老婆 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 另一个人物 也就是我们的台中市长 卢秀燕 现在好像展现出了一个 极强的企图心 说北中南地方政府 都已经在布局人马 因为其实过去卢秀燕 他手下亲自培养了 很多的爱将 那这些人呢 可能表现都非常的不错 于是呢之后呢 开始被北中南 很多的地方政府 都延揽去担任要脚 那现在就变成了 各地的政府里头 都有卢秀燕的人马 那对于他2028年 脚筑这个中央总统大位来说 那当然就是一大助力了 那另外前阵姐也关心到 这个卢秀燕 是自己来组成了一个 女力县市长联盟 好那发挥出一个 女性妈妈市长 这样一个强而有力的 母鸡角色 那当然也是在在的要实现 他所谓地方包围中央的一个 政治企图心 所以呢 要来角逐2028大位 那在之前 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前哨战 就是2026 现在就要来开始提前布局 那当然国民党 现在人才积极 要来制衡民进党 像是呢 在重中之重的新北 现在已经锁定 因为绿的可能是由这个 郑文燦来作为这个 推出的人选 那当然国民党现在要赶快来应应 要派出谁 来作为一个 头号的假想敌 最有实力来批敌的 好接下来就要继续请教 徐委员 现在呢台中市长 卢秀燕 看起来 角逐2028总统大位的态势 其实已经逐渐浮现 那也是刚才提到的 试图让他的影响力 可以由中台湾发散出去 发动所谓地方包围中央 那2026县市长选举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前哨战 那你这边可不可以透露一下 目前来营是如何来布局2026的呢 我觉得以目前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 虽然大家都认为 就是说国民党在这一次 立法委员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其实是不错的 但我们在总统的这个得票数上 其实还是略有未来需要加强的 这样的一个部分 所以党内对于2026 不会觉得乐观 而会觉得2026是一个 非常严峻的挑战 因为我们前有民进党的 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公器式的 这样子的一个政治追杀 那后有所谓的民众党 这样子的一个既竞争 又合作的这样的一个 看起来像是一个战略伙伴 在我们的旁边 那在这样的一个部分里面的时候 针对所谓2026的整体部 我相信民众的思维是最重要的 那大家在看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 如何的去继续的去诉求 所谓的在野极大化 这样的一个思维 我觉得会是国民党未来 在2026选举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样的一个布局 特别是针对县市长的部分 坦白讲以目前的 这样的一个在野的结构来说 很多人都在提到 2026的选战 究竟是会复制 所谓过去我们在2022 所谓台北市市长的选战 也就是包括有蒋万安 包括有所谓的黄珊珊 然后再针对所谓民进党的 这样子的一个三咖度的 这样的一个部分 那究竟会重演这样的一个模式 还是说会在野联盟会出现 一样在这一次总统大选 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兄弟一起登山 但是彼此搅拌着脚 结果最后没有办法 去满足民众的这样的一个期待 那这个就取决于 所提出来的人选 那有没有办法 穿过所谓的各个世代 以及穿过所谓的这个 在野联盟所有民众 他们想要支持的 这样的一个部分 能不能符合 这样子的一个形象 在这个地方 2026的提名 就会非常非常的重要 特别是2026 我们有许多的县市 包括我们所刚才提到的 这个新北市 还有所谓的这个台中 有没有这几个重要的县市 他都面临着他的任期 已经到期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也就是说两届做完 坦白讲除了这些部分 还有包括甚至宜兰 花莲台东 还有好几个部分 其实都是任期结束 而要有新人接上来的 这样的一个部分 所以在接班的过程当中 我相信跟民众党之间 如何去保持着一个 竞争争又合作的 这样的一个部分 或者是有没有办法 双方折冲出一个合作的 这样的一个点 那这就有来考验 不只是党主席 还有未来可能的这些母鸡 还有即将要交放的这些县市长 他们这样的一个智慧 而以这样的一个情形来看的时候 过去卢顺院市长 其实曾经也担任过 中常委这样的一个角色 而他在中常委的角色里面 其实他跟党内的各个派系 以及跟党内各个县市 其实他的联系都是非常好 你可以从他过去 在竞选中常委的时候 他的得票都是在前三名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 就可以看出来 其实他在各县市里面 跟整个国家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运作 是非常非常完整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部分里面 身为可能的人选 就蓝银可能争取 未来可能争取大位 或以目前来讲 是所谓的蓝银的女性母鸡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在2026里面 制度的以他熟悉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去帮党产典出最好的候选人 我相信这个责任 一定是一定要扛的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